据传早在8点上4分 左营地区营区内的人 在听到巨大声响之后 就议论纷纷而讨论的内容 还在网路上流传 比蔡正元更早传出 熊三飞弹误射讯息的 就是这一篇篇的 通讯软体群组对话 仔细看这一句 610港内打熊三 指的就是一般民众 所不知道的金江剑 正当熊三飞弹发射 不只传出巨大声响 还有附近民众拿起相机 拍下这张近距离画面 短短不到二十几分钟 就有人在群组发言爆料 时间比蔡正元还早了二十分钟 这份疑似左营军港内部工作 群组的对话 8点34分就有人大喊 610港内打熊三 还补充自己差点被击倒 形容飞弹误射时 天空都冒烟了 还指出有超大光亮火球 也警觉可能要上新闻 随后就有人表示 督导保密人员要来 要大家赶快退群组 对比双方爆料时间 网友是8点34分 比蔡正元8点54分 还早了二十分钟 距离飞弹误射 也只有短短二十几分钟 就在蔡正元透露飞弹危机后 隔壁林权就说要彻查 是谁泄密 但这份关键的网路对话 却疑似内部人员外泄 被人转贴到网路上曝光 原来有人比蔡正元 还要更快泄露讯息 是否涉及军情泄密 看来军方可能得先自己查自己 才能服人 记者聊一致 台北报道